橄榄球队每次赛后采访都会说感谢上帝让他们赢得比赛 皮特不理解为什么上帝总是要干预橄榄球赛 于是他们决定要找到上帝让他停止干预比赛 首先来到上帝的住所也就是教堂 可他们进去后却是在举办葬礼并没找到上帝 他们翻阅圣经 可上面却没标注上帝的住址 突然看到一则新闻 某个艺人说自己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和上帝关系很好 所以他们出发去寻找这位艺人 很快来到大剧院找到了这位艺人 这位艺人说他认识耶稣 但是耶稣的父亲也就是上帝并没有确确的地址 他无处不在或者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几人听到这虚头巴脑的东西就觉得下头立马就走了 他们开始前往希腊 听说奥林匹斯山顶是最容易见到神的地方 很快他们到地方了 可这里并没有看到上帝 只看到了时间之神 随后又来到圣城耶路撒冷 这里有很多长得一样的人 乔伊还像喂鸽子一般给他们喂印度 路上遇到一辆大巴 一转眼就爆炸了 非常具有中东特色 随后他们来到印度 很明显这是一个干净又卫生的国度 他们还没寻找便断定上帝不在人 最后无功而返 正打算放弃的时候 死神突然过来 据说死神和上帝混得不错 在皮特的请求下死神答应带他们去见上帝 镰刀轻轻一敲他们就穿越到天堂了 皮特请求上帝不要干预橄榄球比赛 在皮特的逼问下上帝还是承认自己干预了比赛 他干预比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上帝曾给爱国者球队三次胜利 但他们的教练却从来不笑一下 这让上帝觉得很不爽 但是看皮特都找上我们了 便约定如果能让教练笑一下就不再干预比赛 很快他们来到球场 在拐脚处蹲到了不会笑的教练 他想通过孩子的笑声来逗笑教练 结果这个孩子跟教练一样像个面谈 搞了半天原来这家伙是他的儿子 教练跟儿子玩举高高都显得很高了 教练下班时被堵在了停车场 采用悲剧加时间的方法来逗笑他 次日又跟到了办公室里 皮特给他放映自己的动物搞笑配音 教练没有丝毫的反应 他们正要放弃的时候 教练却因为听到瘸子的悲惨故事笑了一声 于是皮特让瘸子使劲地说自己有多惨 面谈教练可算是笑了 皮特感叹这是自己开飞机环球旅行后 又一个伟大的成就 他们回到天堂 上帝答应他们不再干预橄榄球比赛 皮特回到家 妻子问你好不容易见一次上帝怎么不顺便许愿 皮特回答当然许愿了 别看ا她 别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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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吧 它会会延下 一会儿 一会儿 感谢观看